老城的样子依旧很土 红色的转墙泛黄的老屋 像我童年时那间蓝地高 阿姨这是您家 这是我们家 小时候还不大 它这个围长的建筑打出来了 太小了 我老师是库里姐姐 是吧 好嘞 好嘞 哎哟 你这个面积多大呀阿姨 八平方呀 八个平方啊 这个里面是现在是谁住在里面呢 我老师两个人说 您可老头子 老师两个人说 两个人 两个人住这种小房子呀 好 这个房子当时怎么会这么小的面积呢 这是我婆婆留下来的 婆婆老是一个人 啊 婆婆一个人 哎呀 婆婆一个人 婆婆吃了我的房子是我们的了 啊 就传到给儿子了 传给儿子了 啊 那是什么时候传给您的呀 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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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传说 我也不知道 我老师都知道的 哦 可不太清楚啊 我是在新疆去的 我从新疆回来的 哦 您祖籍新疆人 新疆的 104 104 哎 104 哦 您是新疆的 怎么到上海这边来了呢 我老师是这边去的 我在上海 我在新疆 我在新疆生的 我在新疆长大的 他们上海不是只要到新疆去嘛 找着他 哦 我说团场了 他们跑团场去玩 碰到了 老头子当年就是知青 被下放到新疆 然后认识了您 哎 然后您就跟他一起回上海来了 结婚 结婚才能回来 不结婚回不来 哦 当时他是在新疆结的婚吗 以前结的婚 就两个小孩了 哦 您还生了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了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啊 全部都上海 嗯 儿子和姑娘先回来的 哦 他们先回来的 哦 那他们现在的户口是属于 户口 哦 我们都是上海户口 都是上海户口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哪一年 就是九几 哎呀 九几年的事情 哦 您是九几年才回到上海的 九一年回来的 哦 九一年 嗯 老爷子什么时候下去的呢 下新疆 他是1967年下去的 哎呦 六几年 1962年下去的 那也待了三四年了 在新疆 哦 有一个运动嘛 就是放置信到外地的 都可以回来嘛 在家里肯接受了 他妈妈接受我们就回来了 如果他妈妈不接受我们 还回不来 哦 他妈妈肯定要接受嘛 儿子不接受嘛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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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爷子兄弟几个呢 兄弟姊妹 兄弟三个 还有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弟弟 都在上海 都在上海 只有老爷子一个人 下到新疆了 下到新疆的 哦 所以这个房子 当时分上来就这么大吗 这个八平米 我也就是分上了 不 老爷子在八楼 以前在五楼里 有一间房子 也是跟他一样 打在楼上 楼上 老爷子在楼上不方便嘛 就跳到这里来了 老爷子是一个人 这个房子 我婆婆是一个人 她在那边八楼里 八楼上在二楼 但是婆婆怎么会 拿到这个房子呢 婆婆 里面分的嘛 单位分的 里面分的 里面分的 她要求嘛 要求房子太高了 上下不方便嘛 哦 所以就分到一楼了 所以有点考虑 就分到这里来了 哦 但是哪里这么大 鼻子还小 她儿子哭了以后 从一样哭以后 给她哭住一点 哭住一点呀 就哭住小厨房 就哭住 就哭住什么宽呀 哦 这个自己搭建了一点点 搭出去的 差不多两个平方 这个敲掉的 以前 以前这个蒙在这里呢 小小的一间 以前老师我做法 今天这个要做法 就在这里做法 下八个平方算上您搭建的了吗 啊 算下八个平方 这个算上您搭建的这一点吗 这个算不算 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现在搭了差不多两个平方 在这里烧烧饭 稍微宽粹一点 我就好一点 摆着桌子 你看看 就方便一点了 然后现在也是吃个拉撒 全在这一个屋子里 哎呀 就我们房子最小了 对 我说了 你帮我弄回干啥 弄回你家的房子没这么小 房子出起来 太小了 是的 是的 我们的新疆房子比这个大多了 我们三间房子了 在新疆啊 在新疆 新疆三间房子比这个大 哦 嗯 它一半我一半嘛 这开的 就跟一个板子嘛 嗯 就跟一个板子打通了 就是通了 对 就跟这个板子啊 对 他们有的房子是 就是以前是一家人的 后面就是几个兄弟 把它分开了 您这个房子 我们这不是一家人啊 对 您这个房子这个是 这后面就是一家人 外地的 就是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住 还有小孩啊 住个别人了 嗯 您这里还大 反正我看起来 上个房子嘛 他是小 要住的房子 他是小 嗯 是很小 反正我们两个人住 基本可以了 嗯 您这里还有一个 有个阁楼 啊 我说您这儿还有个阁楼 嗯 还有阁楼 我刚刚睡了 阁楼上睡过 以前他妈妈见识 我们睡阁楼 我们回来 我们就睡阁楼 这多不方便啊 这还有一个楼梯啊 这这这不方便啊 爬阁楼 上楼 有楼梯啊 嗯 那后面 一个楼梯上去 我们看看这个楼 这个阁楼好危险哦 爬阁楼啊 我以前洗下 还掉下来过 是吧 对 对 你那个阁楼看来 这个阁楼还蛮高的 这个阁楼 看我们是 看了一些阁楼 我旁边这个 对面积的房子 一个月四百块钱 她妈妈套 嗯 就对面 对面这个楼上 然后后面妈妈 我在对面这个楼上 就是个楼上啊 住了几年 这个楼上 就是个楼上 上面这床户 大了两间房子 这边 上面这三间 三小间 是吧 然后您就住了一小间 以前我老师一个老师回来了 就住在我上面 他们家没房子嘛 就住在我这里了 嗯 这样就是 等于您婆婆去世了之后 然后您就回来了 就这个房子 我老师就要回来了 我老师就不躲了四百块钱了呀 嗯 你看我睡小床 我老师是大床 哦 分开睡 分开睡 因为睡在一起 不是地方位置大一点吗 啊 我说您两个睡一起 不是位置大一点吗 位置大一点 位置是我跟他睡一块 我睡觉不老师 那天我 就我跟着小床 哦 所以阿姨 您现在住这个房子 基本上也习惯了 哎 知道了 我小床 不是要车签 我 我赶上这个车签 等车签嘛 嗯 他们家四九里要车签嘛 我现在回来了 老师说住十五年 现在住了二十几年 老师说住十五年就要吃钱了 就回来了 老师说十五年住好了 怎么还不吃钱呀 我老师说你别急 我他妈 你把我骗回了 骗回了十五年前多少年 都回了二十五年了 人家 不是想要改造房子的 先把房子再改造一下 稍微住了 房子稍微宽敞一点 有个洗澡间呀 有个四十三间就可以了 其他要求我才不会太高的 有洗澡间 有四十三间就行了 是不是 烧饭的呀 接受的呀就可以了 人家住就是享受这个呀 还享受啥呢 哈哈哈 人家不想烧饭 你可以到外面去去 突然去到外面水面去一点 行啊 哎 水月圆就是了啊 他吃了都要改造的嘛 我老师讲的嘛 他这个房子吃了都要吃了 他家里也吃了嘛 他吃上的问题 我也等吧 我说我别等了我死了 他把房子吃了 住不上了 白等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不愧的 玩玩开心 多喝几年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头子觉得这个心态还挺重要的 哈哈哈 安慰我 你先安慰我 我老师在出洋下 哈哈哈 我老师在重复 你先不吃了 起来 哈哈哈 河边的垂流 和弯弯的小路 那是人们远方 寻梦的出口 掩饰漂泊的人 最后的归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